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随时我们就会通知你 其实小董真修话 每个礼拜三做直播 将来可能就会天天做 但是在做直播的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希望你可以从影像里面看到更真实的小董董志森 很开心在这边跟各位朋友问候 我刚看了一个影片 一个脱鹰中心小孩被打脚板被塞到柜子里面 看得很气 我打听 永和秀朗路二段这一家脱鹰中心 很可恶 还是机忧的 其实在整个政府的角落里面 我们很多东西常常看不到 但是现在比较幸运的是 大家都有手机 你可以录音 可以录影 所以你没有觉得最近警察都很亲切 这几年来 因为他自己被录进去了 所以你骂警察如财 警察就有录了 那 检察官 说骂警察如财 是不 不用起诉的 这个检察官很可恶 我觉得警察局 北投警察局 北投警察分局长 你要申请在意 这种判决 会让警察的士气没有了 我对警察算 很好的记者 但是 坏的警察你当然 不要放过他 北投这个检察官叫做 吴 昭 赢 昭是赵赢的赵 没有那四点 赢呢 金银剔透的银 下面是一个义 金银板堂的义 那个银 他是一个女性检察官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女性 因为在法界还有一个叫吴昭 那是一个男生 他过去也是检察官 现在 他就转到司法院 所以现在已经当法官 而且 就是算比较资深的 所以我要把它讲清楚 我们不能误会别人 那有时候 你看 士林地点署 我也 我也去 也被人家告去出庭购啦 这个地点署 在斯东路 他这地点署非常奇怪 你知道吗 你如果夏天去 各位都知道小董 我夏天不开冷气 不吹电动扇 这地点署很奇怪 夏天去的时候 热得要命 当然我不怕热 我不是为自己抱怨 我看很多阿伯啦 阿姆啦 欧里桑欧巴桑 灰汗如雨 我说奇怪 这个地点署怎么那么热 后来我进了检察官的侦察厅 发现里面是凉的 它是侦察厅里面才开冷气 外面不开冷气 热死你 我说奇怪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地点署 当然 那我不会用这个抱怨他 但是因为有人 那些人家 可能言告或被告来这边 你到了公务机关 公家的机关里面 那你们 士林地点署 是这样对待你的主人吗 你们这些奴才 你们这些奴才 既然对待你的主人 不管他是 言告或者被告 他是老百姓 检察官说 骂警察奴才没有错 因为警察是公仆 人民是主人 所以人民可以骂公仆主人 荒谬杰伦 我昨天在节目上开骂 北投分局长 台北市警察的局长 陈家昌 北投分局长 我印象中他叫吴静兴才对 你要提出在意 在告 让别的检察官 来起诉他 这种案子 你骂警察这个 不会抓去坐牢 各位朋友 我们不用怕到法院 或地检署 不用怕 这种不会坐牢 会 但是会怎么样 会判机翼 机翼 机翼十天二十天 一颗划金 划个几万块 这个 你要 这样去侮辱别人 不管他是不是警察 一般老百姓 你这样去侮辱他 都是有罪的 现在我们看 划金划很重 有人带六条香肠 从下门坐船到金门 划了二十万 他说香肠好贵 好贵 是啊 所以 小总在讲新闻 我讲 你该划还是要划 这个是个大陆的人 他说他来这边 看他的家人 他要给家人吃的 那划就划 但是他的盲点在哪里 在盲点 他不知道 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出了台湾 大家都不知道 这就是盲点 我们现在划的 划不到台湾人 都是划的 都是大陆人 外国人 有的越南来的 有的中国大陆 他不知道 又在他们国家 没有在先导 各位这就是盲点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是为了 让政府的税收 更多来划他 还是为了 让大家不要带猪肉 的相关产品进来 一定是货者 对不对 这是你的用意 但是各位请想一想 我为什么对警察那么苛责 要吴静兴 你要去提出 再提出在意 陈家昌 台北警察局长 你必须提出在意 这种不起诉 荒谬结伦 对不对 我们要求 你看台北市的警察 中大麻 中正二分级 小总讲过了 中山分级 一头拉骨 连首长都被抓机关 包庇 色情 对不对 这两天的新闻 这是第三波了 已经抓三波 这是第三波 显后才抓第三波 显前已经有一二波了 这一波 第二波到第三波 中间卡了三四个月 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你动的话影响柯文哲陷情 万华分级 集体包赌 中山分级 集体包仓 中正二分级 警察卖毒品 中毒品 为什么要讲这新闻 因为今天早上 有人去问柯文哲了 问了还不是警察 问他说 昨天 你们的医院 现在台北的医院 叫联合医院 我们过去叫仁爱 叫中兴 对不对 叫阳明 叫中校 叫万芳 都有名字 叫台北护幼 护幼医院 什么都有 那当然和平医院 大家最熟也是老的 然后昆明宴区 其实就是以前的性病防治所 宁申宴区 就是以前的慢性病中心 然后 疗养院 大家当然知道 市立疗养院 过去在拔场附近 小总 如暑家增是怎么样 因为我过去跑新闻 这地方太熟了 都长期嘛 回去看一看 有时候抢几眼就去看 有人受伤在那边 问他几句话 对不对 但是 我不是要表示我的熟啊 我要告诉你 现在叫做联医 联合医院 联合医院的药剂主任 收三百万 昨天的新闻 收押啦 今天有记者问柯文哲 柯文哲很不以为难 哎呀我们员工有八万多啦 当然包括警察跟小学老师什么嘛 我们员工有八万多喔 有一两个警察收红包 也没什么啦 这就是柯文哲各位朋友 这就是柯文哲你知道吗 我讲警察讲那么久 他不回应 今天被人家逮到问联医 他就知道警察是有问题的 那我很捍卫警察 可是坏的警察 坏的医生 或者要技师主任 你就要揪出来啊 我们这个叫做赏华昏明 你在带兵 你在带领一个政府 台北市政府 你这个就必须要有的态度嘛 这样好的人 我们全力奖励 全力捍卫他 给他最豐厚的年总奖金 不好的人 在打入谷底 对不对 不好的人该坐牢就坐牢 烤鸡该打饼该打钉 淘汰了就淘汰 这个才是态度啊 你才有差别嘛 各位我们讲的就是 讲那个差别啊 差别很重要 好的跟坏的 一下子你就可以让 好的人努力去做好 坏的人有警惕 对不起 但小董讲这个事情 我其实是感慨 我为什么节目一开始就要讲出 我去打听的 那家医院 因为在上面大家都不 那家托婴中心 为什么那他托婴中心 小董要讲 因为小孩子自己不会讲 我们父母把 婴儿托付给他 他觉得婴儿不乖 他就是婴儿才不乖啊 对不对 你以为蔡英文很乖吗 蔡英文最近很乖吗 他也不乖啊 他在那边煽动 对不对 他们是有思考能力的 小孩子不一定有 小孩子是一个反应 人家婴儿交给你 他在那边哭闹 你眼气 打他脚板 哭到声音还是没办法 收拾怎么样 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好了 柜子拉起来 死 这样可以充耳不闻 这是优良的 托婴中心 政府评定 因为政府看不到 政府要来看的时候 都很好 小孩都乖乖的 又干净又怎么样 所以他就被类为优等 可是你被录下来 我刚刚为什么讲录影的厉害 警察为什么那么温 现在那么温柔 因为他被录在我里面 我们现在有手机 有人就把这家 在永和秀郎路二段 这一家 把他泼出来了 各位朋友 你有沒有 亲戚朋友 同学 家里的婴儿交给那里 那你就要很当心 因为你小孩被人家 怎么弄 你不知道 你的宝贝 你的骨肉 你妹妹的儿子 你咕咕的孙子 被人家这样对待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幸好有人拍了 如果没有拍了 大家都可以否认 对不对 促转会讲说 他们自己是东厂 如果没有被录音 促转会是不会承认的 他自己都讲了 那小孩 小孩 他们都自己都 打他脚板了 把他关到柜子里面了 你都有录影了 所以我讲 现在为什么录影 这么厉害 因为你都有手机 每个人都可以 做记者了 很多东西 你看了就把它 泼上去 小董 当然没有那么好的手机 但是 小董告诉各位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功能 对社会尽力一些责任 过年前后这几天 大家看 有多少案子 杀戮的强案 拿了菜刀 一天就破案 为什么破案 他骑脚踏车跑了 脚踏车没有车牌 脚踏车没有车牌 怎么追 没关系 路边的监视器 警察同仁 不明不休 晚上不睡觉 大家互相来交叉比对 一比对一比对 比对就抓到了 有没有抓到 马上就抓到了 这些人他当然知道 我如果骑摩车 我的车牌号码 车子即使偷来了 人家也会去追 哪里哪里 用脚踏车最保险 抓到了 一个工厂的老板 带着他的越南劳工 去跟一个老朋友的 太太跟女儿抢劫 还猥亵他 前身都蒙着 还把朋友的太太 衣服脱光拍照 说你不准去报案 报案我就公开 你看多二累 抓不到吗 一天就抓到了 他有没有想到 他所有的防护都做得很绵密 怎么会被抓到 因为行 因为我们路边的监视器 监视器当然没有拍到 他的脸孔 没有拍到什么 可是一路一路的追踪 警察气而不舍 半夜不睡觉 来 我们来找 找找找找 所有蛛丝马迹 对不对 这边刚刚有这个人 为什么突然没有 刚刚那里有个蒙面了 为什么通通没有 各位 现在其实靠了这个 就科学的力气 你说警察很厉害 监视 监视器更厉害 抓到了 一天他想说这个难抓了 这个麻烦了 他跟朋友借摩托车的时候 十年前跟朋友借摩托车的时候 摩托车上面有家里的钥匙一起 他就去把家里的钥匙把他打了一把 打了以后 十年不用 十年后 他来抢劫这个朋友 的太太跟女儿 你可以现在什么样的人啊 今天如果没有监视录音机 你抓得到吗 歹徒是在你家里等你 他有你家的钥匙 你会想得到吗 结果第二天 这个太太受害受伤了 他去医院慰问她 安慰她 跟她讲话 因为想从受害人的嘴巴 讲出警察有没有找出哪一些东西啊 案情办到哪里啊 各位这个人厉不厉害 狡猾啊 我讲啊 如果没有靠我们这一科学力气 你抓不到 所以大家手边都有一些东西啊 六五皇宫的厨师怎么抓到 他也是很隐秘啊 你怎么会想到呢 他中间变装多少次 他都聪明啊 他偷来的摩托车 骑到河边 河边你总没什么监视器吧 其实他为什么要骑到河边 因为他知道那边比较没有什么监视器 所以这边就会断点嘛 你们一定一路追踪我到河边 到河边以后 你就断点 你不可能整条河 都装监视器 监视器一定是装在路口嘛 所以这个断点 断点没关系啊 你总要冒出来的啊 我把所有可能冒出来的地点的人 我再来做搜索 各位 我所有讲的这些案子 都是一天就破案了 因为我们有科学的力气 有勤奋的警察 当然柯文哲有 包仓 包毒 卖毒品的警察 然后说 这个没什么 这个就是市长的态度 小总讲的这些东西 其实跟我们 社会的治安 很有关系啊 台湾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 你只要不犯法 你做什么都可以 啊你还做了幻法 重大了当然就抓出来啊 所以 有时候讲这些事情是很感慨啊 为什么 因为小总跟你讲 你可以录影可以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是保护自己 有时候保护自己嘛 你跟人家有冲突了 有怎么样 我都建议说 你就把这个录影录音 手机上的都把它打开 要不然就各说各话 你知道吗 过去各说各话 你就变成也没一个准 那你把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 人不应该这样 不互相信任啊 但是当有冲突的时候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人 保护自己家的婴儿 这都是应该的 在台湾 政府骗你 告诉你 要给你多少红包 你都不要相信 对不对 蔡英文要花红利 这个事件 现在媒体已经把他关上 叫红包之乱 现在台湾有什么奇迹怪事件 加个之乱 499之乱 对不对 投票之乱 投票 投票今天还排队排那么久 各位最晚投票的人是 9点35去投 这表示什么 因为他4点一定要入场 4点入场 才有投票钱嘛 他到9点都投票的话 等于说他排了 4个半钟头才轮到他投票 各位这是什么社会 这是什么政府 对不对 开票开到 凌晨2点多 让他计票员 计票员早上8点就要进场了 对不对 表示他早上8点 工作到晚上8点就12个钟头 再赚一千 到凌晨2点 这是什么工作啊 计票以后谁敢去计票 谁敢去监票 各位你今天看到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政府 这个叫投票之乱 红包之乱 499之乱 然后 再看到了 我们的排队之乱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个乱叫做安死之乱 天保14年 安入山造反 死称安死之乱 不过那是天保14年 我们讲的安死之乱 是大家排队抢购卫生纸 因为可能快买不到了 赶快买 那死当然是那个死 所以那是一个幽默 可是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话题 因为都觉得不可思议 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过去看很多大陆的人来 因为大陆 很多 很多朋友来台湾 过去大陆 山基青安的奶粉不好 对不对 大家觉得有毒 不好 所以大陆的人来就抢购 我们在金门看到最多 金门那几家大卖场 那个来的人是 随先进来 全部扫走 全部买 买到奶粉 整个推车全部是奶粉 因为他买回去送给亲戚朋友 他觉得不可思议 太好笑了 大陆人怎么这样 没有水准 没水准 买回去管你 对不对 有钱就是任性 有钱就买奶粉 去香港呢 那个 那个银楼的金子全部买走 中国大妈 大家都报纸都这样写 有钱就任性 那你今天看到了 这种一乱灾乱 现在变成蔡英文之乱 的 这个红包之乱 蔡英文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政府的朝帅 所以我一个朋友 他在电视节目 他说蔡英文本来民调很低 这两天 因为打习近平 打非洲猪瘟 哇就很多人出来乡庭 乡庭以后 哇得意忘形 赶快讲 我花红包啦 因为你们都给我 给我掌声嘛 我这朋友很有意思啊 他是一个利盈的 他说蔡英文 当了三天 网红就开始花红包 我们当网红是别人给我们红包耶 各位你到斗内给我一点红包吧 YouTube 98新闻台 然后找小董 董之生 我们是讲的 人家感动 或者人家引起共鸣 给我们红包 蔡英文 要当网红 当得太开心 要拿钱来花红包 拿钱狗狗人的 将近四百亿 各位你讲他 夜薪三万块 给一万块 给你过年现金 你说那新闻是假的 不是 都是真的啦 每一样都是真的 只是一丢出来 苹果日报写了 自由时报写了 写了要给中低收入 每一样 每一样写了 因为被人家骂 就赶快说起来 然后说 我们现在重长记忆 重长记忆就是被打脸 就说 慢慢再说 叫做重长记忆 等一下回来 小董 再分析给你听 蔡英文的心态 马上回来 各位朋友 小董在这里跟您问候 你如果在YouTube上面看到我 那就是酒吧新闻台 请你务必要订阅 订阅 那当然 如果有什么消息 小董 我这边就会通知你 那你如果收听的是电台 就是广播 那也很高兴 因为我们 你只要上网随时也可以听 不一定要卡住12点到1点 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个时间 他不一定 我刚经过我们这边的里 那个里长跟我讲说 董哥你来得太好了 我们这个里最近有一个人 病人很厉害 我说什么病 他说 简直是神经病 他每天没有听你节目 他患都不吃 我说真的吗 他说是真的 这个人 我一定要介绍你认识 然后他就讲 这个人在干嘛干嘛 我说这个人我好像认识 我好像碰过 他说他是不是狂乐 我说以前没那么狂乐 那我这朋友 碰过他的时候 他每次都要讲 你讲的太精彩了 他已经介绍有多少人听 那我在这边很诚客的讲 各位朋友 你不一定 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但是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真 大家用真的东西 然后你再来提不一样的意见 都可以啊 但是 我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弥足珍贵的 比如说我讲诈骗 是什么诈骗 对不对 我讲很多 新闻界的一个经验 然后你听了 有道理 我讲很多法官 检察官 你听了这名字 你将来要是有亲戚朋友 同学去打官司 这个名字 听小董讲过 这个检察官是有问题的 这法官有问题 因为我是指名道姓 各位 小董讲东西 赤裸裸的讲 但是 我告诉我们朋友 我最怕的是什么 因为我在电台被堵购 堵购人家就 你讲话 你怎么样 我知道他是要设计你的 三立电视台 他设计你 因为我天天骂他们老板 逃漏税 他老板叫林坤海 董事长叫林坤海 总经理叫张龙华 大董事叫张秀 三个人联合大逃税 他们三个人 组了这家公司 就叫做三立 他三立了 了不起 但是 逃漏税也了不起 我天天骂他们 他们就来赌我 我有天在节目上讲 我说 其实有很多工作机会 然后 他们就想说把他扭曲 就跑到电台要来读 我说 你如果找不到工作 你来找小董 因为我的朋友 他在职业 政府的职信中心 专门在帮人家训练 你要训练水电工 半年就好 起薪三万五 这不得了 你读大学都没用 都没那么高 对不对 然后教你烘焙 或者电脑课 怎么样 一堆 他碰到我 跟我讲说 董哥 我们报名都报不满 很多人都不来 报名其将 我们还给他零用钱 都没有人要来 我听 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在节目上说 你没有工作来找我 他们就把他扭曲 扭曲了以后 就要来读我 我就说 我一句话都不讲 我掉头就走 他们就一路追到捷印站 我们这边是谷亭站 董哥你 拜托你讲个话 我不理你 因为你们要陷害我 虽然 摄影或文字这些我认识 但是 我绝不讲 因为 你们会去剪剪 我太清楚了 我在节目上讲过好几次 我要讲干什么 你一定把我的什么两个字 把它剪掉 说这个董志生 小董 每天彰化连连 对不对 我在节目上 挤过这样的例子 昨天我看了网路报 看了报纸 网路报我的老东家 联合新闻网 我看了 有 有影片为证 我标题 连赞 曾表示 谁承认九二公司 谁就是卖台 我想说 哇 果然 连赞果然也 也不承认九二公司 你看国民党 连自己九二公司都没办法统一了 还要去呼应别人统一 我把他新闻看一看 民进党有个例子叫王定宇 他秀出了影片 连赞讲的这句话 很可恶吧 连联合报都登了 联合新闻网登了 连赞 我看他那个时候很年轻 比较年轻 当然我认识他很久 我一看那个影片 看那个背景 我大概知道 那是他第二次选总统的时候 连宋佩的时候 他出来讲 他秀出他的影片 我的影片是这样的 连赞说 因为他讲什么都会被录 那个连赞 他说 九二公司 北京的说法 常常给陈水扁很好的机会 北京的说法是什么 北京就中国大陆说法 九二公司 就是 就是一中嘛 对不对 就是一个中国嘛 那我们为什么讲一个中国 国民党要讲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呢 因为各自表述是双方都承认了 北京也承认 承认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 承认的那一天是 1992年的11月16号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因为这些过程我太熟悉了 他们那时候两边去会谈 会谈没有结果 后来不死心 会谈提出很多版本 这版本总共几个你知道吗 你在其他节目没有人 了解小董这么详细 我们的海基会提出八个版本 要不然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要不然我们就 A版本 B版本就一个 中国大陆海协会提出五个版本 这总共十三个版本 我都有 你看我熟不熟悉 可是我们的八个版本 跟他的五个版本 互相都不能接受 后来 九二会谈 没有结果 很不死心 双方都觉得说 为什么不要谈出一个结果呢 大家可以共同的 刚好那一年的八月一号 我不用看任何资料 我们国统会第八次会议 那时候李东会当总统 然后就 就说我们 国民党 我们国家 是承认 中国只有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含义 把它弄清楚 我们的含义就是 我们的中华兵国 李东会签字 郝伯尊签字 康宁祥签字 一堆人都签字 这个签字的 国统会的会议记录 马杨九曾经 一次去参观 刚好有一堆记者在场 马杨九就指给记者看 各位都可以上网 这个过程马杨九说 这是谁的签名啊 李东会现在火认了自己 现在李东会火认自己过去 这是谁的签名啊 记者哈哈大笑 因为李东会本来就是讲话不算话的 因为他不要脸 你不能跟他不要脸 现在台湾很多人就跟李东会一起不要脸 火认自己签过名的 做过的事情 蔡英文也同样是不要脸 蔡英文是主张一中 不相信你去看立法院 这两天有媒体在做 我看了哈哈大笑 我已经讲好多年了啦 总算有电子媒体把它拿去做 我讲很多年了 我都很清楚 对不对 因为执行他就是我的朋友 陈超平啊 苗栗显出来了 我周天前天我都在节目上讲过 我为什么要不患 不厌其烦的讲某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人的经验 很多事情你讲一次 他不一定会记牢 不一定会记牢 他可能听了就 一下就忘了 你要三分两次 常常讲 讲到最后 他记牢了 的确是这样啊 那连战的言文是什么 连战的言文就是我刚刚讲的 北京常常讲 九二公司就是一个中国 就给陈水扁一个很好的机会 谁承认九二公司 谁就是卖台 就是连共 现在 把他当宝贝 用来抹黑别人 抹红别人 这是言文的字迹啊 可是我只起两个字 谁讲九二公司 谁就是卖台 哎呀连战你这样讲 各位你看到什么叫 断章起义了吧 啊我刚念前文 你一看就知道 他讲的就是 被陈水扁拿来指 谁 讲九二公司 谁就卖台 就来抹红 就来抹黑 他是在挤这样的 他讲的是陈水扁哎 因为他那时候跟陈水扁 在选总统嘛 各位 我为什么 在很多次我们节目 我都在讲什么叫 断章起义 断章起义 他说我不是假新闻啊 对不对 小总 你讲干什么 我把你的什么 那两个字把它剪掉 就变成你每天在讲张话 这个字是不是你讲了 是啊 没有错 是你讲的啊 你还要火热吗 是啊 是我讲的 连战 你说谁讲九二公司 谁就卖台 这不是你讲的吗 是啊 可是我有前文 后语 你通通把我剪掉了 你知道现在媒体 最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 就是他们有这样 然后他告诉你 这不是假新闻啊 这是真的啊 由影像为证啊 我当 报社记者 我在电视台主持节目 我在电台 也在主持节目 所谓的媒体 我大概都经历过啦 我大概知道 会有哪些花招啦 对不对 那我有警觉 一般人有警觉吗 一般老百姓 你看到这新闻 你就 对啊 你看 连战 我亲耳听到连战 我亲耳亲眼看到连战 你看影像 他就讲啊 谁承认九二公司 谁就是卖台 你看连战 有没有这样讲 有嘛 还想火热 你们国民党 就是不要脸 讲过就火热 对啊 有道理啊 可是 我刚刚念出 整个影片的情况 各位就知道 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刚好完全相反 是不是 刚好是完全相反 联合报信以为真 把王定义的东西拿来 由影片为证 对不对 联合报是我老东家 他的立场也不至于这样 但是联合报最近常被我骂 说你们做新闻 怎么可以这样做 我没有去打听 这边的负责人是谁 因为我不要说 我们去干扰人家 或怎么样 但是我绝对跟这些人很熟 就他们的长官 我绝对很熟 因为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一辈的 但做新闻要很当心 他们在断章起义 我们有判断力 我们是做媒体的人 有判断力 民众没有判断力 小短为什么要说新闻 说真话 因为我要讲一些 一般民众你没有判断力 或者没有考虑到的 你就被那些人骗了 那个不叫假新闻 可是那种新闻手法非常肮脏 这就是我在这边要做的嘛 就好像我要告诉你 歹徒怎么诈骗你 诈骗集团怎么诈骗 我们一定要拆穿他嘛 拆穿歹徒的诈骗手法 拆遍 拆穿二类媒体的 做新闻手法 这就是我的目的啊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总真心话 我真心话 每个礼拜三 在YouTube 可以看现场 那很多朋友很捧场 刚刚还有蒙古的朋友说 你到蒙古来玩 我们大草原都疗寇 的确是 其实中国人心胸是疗寇的 包括我们所谓台湾人都疗寇 台湾 它有丰富的海洋 海洋应该是开阔的 他从中国大陆的福建 张州 钱州 到台湾来的时候 渡海 其实很多人是活不了的 因为那时候的船条件很差 所以我们称这个叫黑水国 那是清朝的时候 不管你是道光嘉庆 乾隆 这样就过来了 他其实 为什么要从老家 到台湾来 因为他要拼经济 他要求更好的生活 就这么简单 你要怎么保庇 过去到台湾来 台湾 这种 山 这种岭 很多地方适合种茶叶 有人就坐着船来 从淡水河进来 海就通淡水河嘛 就进来 淡水河以前到广州街 不是广州 广州街 广州街以前 是淡水河一个支流 船还可以上来 当然后来慢慢一塞了 就变成这条街 广州街 有一个王爷很灵 各位知道 台湾人信仰王爷 这个王爷 自从金门来的 姓苏 我们叫他苏府千岁 所以 姓苏的人又当千岁 又很灵 这种人不让他组阁怎么行 对不对 苏府千岁 又要上来了 台湾人心胸很开阔 中国人 更是壮阔 中国的大地这么大 所以你看到了 一片的土地 一片的海洋 这个朋友 他说蒙古 说小董你要来 蒙古小董去过 我当然在草原 没有像 蒙古的朋友这样可以 策马 汪宫舍大雕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不是 这种草原民族 但是 我们很羡慕 很崇拜 各位朋友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从哪里来 我有时候 讲新闻 我其实都是用 人的角度来看所有 而不是政党 虽然政治我非常熟悉 虽然社会新闻 我非常熟悉 但是我们所有的东西 最后归乎 就是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人的生命 那其实 就是我所讲的东西的所有 我所该关怀的 这一点 我作为一个评论了 人家称为名嘴 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样了 也就在这里 同时我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是真的 讲百分之百东西 讲真的东西 这就是我节目所强调的 但是 各位看 嫌疾嫌疑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 做很多改变 很多人不知道 就那种改变是 因为它不是很明显 在你眼前 可是那种不知不觉 你就被改变了 比如说像我 我在电视台做节目 电视台做节目 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电视台 从82年台湾开望 有线电视 过去老三台就被打破了 打破以后 后来我们看了 TBS 东森 然后这么多电台 民視 三立 一家一家出来 对不对 然后现在有什么年代 然后 中天 然后一天是 怎么样大家看了 还有八大 还有环宇 大家有台 很多人甚至都没有 都不晓得在哪里 但是 其实从险前两三个月 它整个媒体改变了 过去收视第一 都是TBS 现在不是 为什么 大家讲说小董你要讲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是中天 中天现在收视第一 这几个月来都收视第一 为什么 因为他抓到一个卖动 这个卖动 刚好在嫌疾 在嫌疾 有个人 他挑出不一样的话题 他挑出了经济的话题 这个人叫韩国瑜 那你 要去抓住这样的卖动 等于说 大家互相 然后你就看到 韩国瑜 颠入了整个 嫌疾的结果 他不止高雄 其他地方也受影响 因为他喊出了一个东西 我要来拼经济 那他用所有的手法 到现在 当然很多人说 这个总会退色 总会退流行 没错 所有东西都会退流行 但是 当你嫌疾负于他的责任 这四年来 他说我要在爱河打造 爱情谋天伦 很多人嗤之以鼻 民进党骂他 哎呀 你当摩天伦哦 做了那个事情以后 后面谁敢去做 因为摩天伦就一口一口的车厢嘛 意思就是说这车厢就改成 宾馆的房间嘛 所以民进党那几个女性的高雄议员在那边骂他 如果用台语来讲 那人有个台语啦 对不对 绝对是这样讲 但他是这个意思吗 你要把解是这个意思 那是你的事啊 啊 这个整个过程叫什么 爱情 产物链 各位 昨天琼瑶 在脸书发了 他说我也是韩文啊 韩国瑜找我 我同意当他的总顾问 八十几岁的琼瑶 你说去年金庸过世啊 他讲说哎呀 华人谁没有看过金庸的 小说后他改编的电视剧 那华人有谁没有看过琼瑶的 小说后改编的电视剧 一个是江湖 一个是武林 一个是爱情 一个是生命 人性 我讲的东西很公道吧 不管你喜欢怎么样 你没有看过琼瑶的任何电影 或者电视剧 或者小说吗 几乎是不太可能啊 那种影响力 因为他告诉我们 爱情的悲欢离合 但是人性毕竟还是 最终极的 但是 我们看哦 其实韩国瑜当想以后 还是很多人不服气嘛 他就开始讲哎呀你看 啊你就找这些老的啊 白冰冰老的啊 啊穷瑶老的啊 啊你们都弄这些 网路很多人这样讲哦 啊这些人过去 他们过去讲什么 他们过去讲 哎呀你看花妈哦 对高雄贡献都大啊 花妈叫陈吉亚 花妈哦简直是我们高雄的林志玲 哎 花妈是不是林志玲 我也不要评断嘛 你把林志玲 Google Yahoo的照片拿出来 跟花妈拿出来 你们自己去评断 我不评断了 但是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你当然可以喜欢你的花妈 我们喜欢我们的琼瑶 我们喜欢白冰冰 喜欢陈文茜 都可以啊 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自己的 但是现在的选举结果 韩国一 有那么多话 其实有一个话 感动我 我认识他很久嘛 他说 让我大干一场啊 你给我四年 我来干一场嘛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给他干一场 然后讲东讲西啊 这就是书不齐吗 今天谢谢你收听 谢谢